主料,牛肉煎500克,土豆250克,胡萝卜一根,辅料,油,盐,料酒,白糖,生抽,蒜叶,姜片,大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牛肉洗净,逆着碗里做切成块,土豆去皮切滚刀块,胡萝卜切滚刀块,将鞋片,葱切断,牛肉入沸水窜 白糖去血水,捞出沥水,做锅热油,爆香姜片,葱段,倒入牛肉翻炒,倒是两生抽,料酒,白糖翻炒均匀,放入清水,为莓果所有材料为宜,大火煮开,小火煮50分钟左右,倒入土豆,胡萝卜煮制断生,收缸,盐条位,撒入蒜叶就可起锅了,烹饪技巧,如果选煮制时间长的话,可以用高级, 熬牙锅来烹制家里炖牛肉,我建议不要放桂皮,会香等香料,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把牛肉的香味盖煮,喜欢吃饭饭的,建议汤汁不宜收太赶,土豆建议在煮的酥烂点,不过菜贸就没这盘整齐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